父神我们感谢祢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崇拜 主我们这时候也求祢继续的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体力精神 更是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悟性 能够明白我们要谈的这个课题 我们谢谢祢 求祢帮助我们这段时间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要跟各位来谈 我发一个题目 耿古长新的真理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只是为了漂亮 而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要谈的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要谈的也不是一个某一派别 某某的少数的群体所关心的议题 这个耿古长新要提醒我们 这个是上帝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的内容 我们所要学习的 然后这边说到救恩要义的五要点 这个救恩这个词提醒我们 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所有的教义 我们只是要谈 重教义当中 当然是很重要的教义就是救恩论 里面 所以这个救恩要义谈的是救恩论 里面的五个重点 五个重点也不是说圣经里面谈到神 怎么拯救我们的时候 只谈五点 不是的 待会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是五要点不是六要点 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原因的 但是这一些的救恩要义五要点呢 对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改革中教会的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 也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去坚信 不断的去传扬的这个的内容 OK 但是这一个的五要点 可能如果你听过这五要点 我可以先了解举个手好不好 你听过所谓的佳尔文主义五要点 或改革中救恩五要点的 请你举手好吗 OK 我应该请没听过的举手比较清楚 OK 或是好事 这是好事 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的来谈这一个五要点 有几个的原因 首先最合理的就是因为这个议题 对我们是太重要了 OK 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 特别你在改革中的教会 我们应该关心去学习 到底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 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救恩 OK 不能完全测透的 但是呢 却是能够说上好几句话的 包括这五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救恩等等 OK 所以 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课题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需要 我们需要 认识上帝的救恩 第二原因 因为这个五要点 偶尔也会被 一些的不了解的人 误会 以为我们谈的这些是 很奇怪的 是在圣经以外的 人为假设的一些的内容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方面 所以我盼望我们可以稍微的来 回应 或者是说我们稍微的可以 帮助彼此更正确的来理解 到底这些是什么东西 当然 更重要是什么 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也误会 以为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自己distort 扭曲了这个的意识 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我后来决定 跟大家来谈这个救恩要义 五要点 那什么叫做五要点呢 你看到我在讲义的一开始 就是有一个格子的 OK 我们名称不重要 但是大概内容 待会我们会谈到底这些词 是不是好的 适合的等等 有时候词 在不明白的时候 那可能会导致人误会等等 Anyway 传统上 我们看谈这个救恩要义五要点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以下的几点 好像有一点太大声 首先我们认知到圣经告诉我们 人是全然败坏的 英文叫total depravity total depravity不是说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罪大恶极的 OK 那我们知道连非基督徒都会懂得牵老人家过马路是一件好事 对吗 OK total depravity不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坏透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是圣洁的 如此圣洁的 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情 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不完美的 OK 当然 total depravity里面也谈到 不只是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不完美 我们心思意念所想的也不完美 我们的动机也不完美 我们的各个的层面 人的各个层面 最进到人的生命的时候 影响了 玷污了人的所有生命 好 我们之后再谈这个 所以这是第一点 total depravity 然后我们谈到unconditional election 上帝没有条件的 这是上帝主权的 出于他自己的爱跟他的主权 他拣选一群的人属于他 OK 然后呢 遗弃一群的人 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 包括你很有信心这种的条件 作为上帝来拣选你的原因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唯独恩典 就是这个概念 OK 包括你的信心 也不是上帝拣选我们的根据 OK 但是上帝所拣选的一定有信心 这些问题要搞懂 不要混 好 那这是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然后我们 你会听到这个所谓的 limited atonement 基督限定的赎罪 这个limited不是说 耶稣的救恩论 那个 救恩的功效有限 它只能够适合一百人 好像这个场地 只能做两百三百人 三百零一个就对不起 请你以后再来 不是这个 基督的救恩 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效 是绝对有效的 多多都可以的 但是这不等于 多多都可以 就多多都给 OK 上帝是基督 是在十字架上 拯救那一些 上帝在永恒当中 所指定要拯救的 这一群的人 所预定要拯救的人 基督都做成了 这个上帝的旨意 圣灵也保守基督 所拯救的 每一个人 都能够真的领受 这个救恩 所以圣父 圣子圣灵的工作 在拯救人的 这个事情上 是一致的 OK 不会一个多一个少的 是一致的 这谈到 这个基督限定的赎罪 圣灵有效的恩召 每一个蒙圣父 所拣选 蒙基督所拯救的 耶稣的学位 他们留的 圣灵都有自己的 奇妙的方式 来将这个基督的恩典 实施 然后呼召他们 来到神的面前 OK 我们 虽然每一个人 怎么来到神的面前 不一样 OK 圣灵可以用各样的方式 好像可能你是听的 唐牧师不道会 信主的 我不是 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怎么糊涂过 怎么过分有信心 有过程的 圣灵自己决定 我们怎么样的 但是圣灵总是有效的 把神所指定 所预定的 基督所救赎这些人 都带到 神自己的面前 被圣灵所带的 这些人的面前 我们知道是什么 圣灵会保守他们 每一个圣灵重生的人 他都会保守 他们得荣耀的 圣灵所给的救恩 既然我们的救恩 都是圣父圣子圣灵 不可怀疑的 这样子的 拯救的工作 那我们的 所领受救恩 是一定能够去到 这个成功的 得荣耀的地步的 所以这边谈到 圣徒救恩的保守 这不等于我们 在过程 一生当中 不会有挣扎 永远都是那么高峰 你看诗篇第六篇 大卫都会落得 如此的 我们也会的 但是呢 就像大卫自己所说的 在地狱中 死人是不会成幸 上帝会保守人 保守他 这个生命 然后在还活着的 甚至最后一刻 回到他 上帝有自己的方式 怎么样把我们带回家 不要去羡慕别人 有一些人 上帝知道他 很容易放弃 所以一生都给他富有 让他祝福满满满的 这样子的喜乐的去见主 有一些人知道 上帝知道他一旦有一点钱 他就会尾巴翘 他就会靠自己 上帝也就给他多一点苦 总之上帝会保守我们 然后一个一个给我们带回家 这个是圣灵有蒙保守 所以不等于都是顺顺利利的 都是高峰的 但是都有这个的经验 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刚才很快的 很模糊的把这五点 有关系的点 把它很快的讲了一遍 我建议今天我的目标 不是要细的去谈每一点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今天只是要做两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看 为什么会有这五要点的 它的起源在哪里 为什么是有这一个东西 我相信很绝大多数的 这种的误解 或者我们对这个里面的意识的模糊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五要点的起源是什么 还有我们会谈 其实在这五要点里面 最关键的是第二点 就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我会稍微碰一碰 然后所以今天我的目标 就是起个头 然后把这一份文件交在各位的手中 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自己读 或者私下约几个朋友一起读 甚至教会可以考虑以后 正式的开一个班 然后好好地去谈 这个的五要点 OK 好 那我要我们做一个的 先做一个的讨论 你跟旁边的人来讨论一下 你认为当我们听到改革宗的救恩论 OK 或者说我们听到圣经的救恩论的时候 你认为第一个在你的脑海里面 想到的是什么 OK 你听到改革宗神学 OK 好 那你第一个扑出来的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来谈一谈跟旁边的 OK 可能我先说几个可能性的回答 有一些人你问他改革宗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直接把一整份的 西敏信条丢给你 对吗 那我们就是相信这个的 OK 改革宗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相信圣经的 很好 但是相信圣经的什么呢 OK 我们来谈就是那个精髓 是什么东西 把所有的整套 很丰富的改革宗神学 把它呈现出来的 有没有一些这样子的题目 在当中 我们先来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 好 快快的一句话 改革宗神学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崇拜过后吃茶点 是不是这样子 OK 就一句话就好 对 OK 好 我们来听听一些弟兄姐妹的答案 好吗 简短的回答就可以了 改革宗神学谈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是什么 好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要尝试 可以举个手 然后我们同工会把麦克风 交在你手中 OK 有吗 要不要我请 我的前面的 前面两排的其中一位弟兄 来 回答一下 我们认为代表改革宗在旧恩论上最突出的一点是预定论 就是这成为了改革宗神学的一个标签 预定论吗 对 OK 很好 预定论这个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答案 OK 所以也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从前不认识的时候 你听到改革宗神学谈了什么 他们就是一群谈预定论的人 对吗 我们常常有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的答案呢 没有 这个是标准答案 OK OK 好 是的 当我们跟人沟通介绍改革宗神学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听到改革宗就是在谈预定论的 这是一种我们听到的答案 我们也听到改革宗就是相信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五要点的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答案 但是我要我们在深入的思考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的坚持维护预定论这个题目 为什么我们要任性或者说谈这个五要点 那个背后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我承认作为一个改革宗的教授 常常我会心里面想什么 如果改革宗里面不要再谈预定论 那大概是不是全世界可以合一 不需要再烦着跟人家吵架 有时候会有这种信心的软弱 求主怜悯 但是为什么要坚持一个所谓的教育 这个跟我作为一个平信徒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要我们来想到底改革宗神学里面 预定论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中心核心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J.I. Packer很有名的 或者在他之前 这个B.B. Warfield 华特飞 曾经有人问他 你怎么用一句话来归纳改革宗神学 这么庞大的体系 他说什么 改革宗神学的精髓在于 God save us God save me 上帝救了我 你认同吗 整个基督教信仰或者圣经里面所谈的福音 其实要表达什么 就是上帝救了我 就好像这个税吏 主啊 开恩怜悯 我这个罪人 上帝救了我 后来这句话也让J.I. Packer 巴克博士引用 他谈到改革宗 一点加文主义者是什么 上帝救了我 当然不是那么恶戏的一句话 我知道我们今天也会有人很单纯的 就先是的 上帝救了我 然后就不再追求信仰 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救了我是一个事实 同时是一个很深奥 很难以理解 很丰富的一个内容的 所以这个上帝 然后空一格 救了空一格 我 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在加文的基督教要预里面就给我们谈了 我是谁 对吗 我要认知知道我是谁 我要正确地从神的话语来看 我是谁 我是一个罪人 我没有办法自救 我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功劳的 正确地定义我 正确地定义上帝是谁呢 这个救我的 这个主 这个subject 做拯救工作的 这个神是谁呢 神论 当然传统上也谈基督论 神论基督论 三位一体神 怎么样的 祂是谁 祂怎么样的做一件事情 在这么糟糕的一个人的身上呢 中间谈救恩 上帝救了我 那怎么救呢 是不是说一句话就算了 还是透过耶稣基督的 这些救赎等等 所以你看到 其实更宝贵的 在我们改革中信仰的里面 是什么 我们坚持维护的是一个 上帝救了 祂的百姓 救了罪人 这个的教育 其实这个才是跟你跟我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为什么要坚持预定论呢 因为这个预定论 如果不坚持的话 一方面它是圣经来的 但是一方面 你会看到 如果我们放弃 把人的自由选择 或者人的决定 稍微的放进去 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拯救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它结果就会破坏上帝救了我 这个很基本的圣经的救恩 我要我们来多思考 是不是这个点是合理的 那不管是五要点也好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预定论也好 我们看到 其实有一些人甚至会把 这个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这个家文主义五要点 用一个很漂亮的 就是郁金香 这个花的tulip 来归纳 total depravity的t unconditional election的u 所以很多人都听过 这个tulip这种的归纳 那我要说这个严格来说 这个tulip是一个二十世纪才有的 这种的成数的概念 也就是说用tulip 这个是二十世纪才有的 那怎么会有呢 这个跟一本书非常的有直接的关系的 就是在1963年 David Steele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这个是英文的 那刚好我刚才请同工找的时候 我们的中文已经卖完了 OK 中文是家文主义五要点 值得读的 很棒的 很好读的 为什么很好读呢 因为这本书里面超过一半都是书目 没有什么内容的 OK 所以很快就读完的 你不要看它这么厚 所以好读的原因在于两个 一个就是 它很清楚的谈每一点是什么意思 圣经根据在哪里 有什么误解 它谈一些人 可能会对某一点的误解 然后做解释 都是这样子的 很直接 直观的这样子的来呈现 每一点的教义的 然后呢 这书里面也作者很辛苦的 帮我们归纳了改革宗里面 谈到旧恩论的 许多历史传统里面的著作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找很多的资料 你要问改革宗的旧恩论是什么 你在里面有看到 一整个很长的清单的 所以这本书的宝贵 在这一边 1963年是第一版 这版在美国一出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都认识了 哦 原来改革宗是谈家文主义五要点的 这边这样子 2004年在revised 更新版的时候呢 没有增添什么太多的内容 但是增加了很多 更近代的改革宗神学家的名字在里面 所以RC Sproul这些人的名字 都会在里面被列出来的 那就不 无形中就 让我们看到 就是好像这本书 成为一个代表作来理解 改革宗的五要点 所以很多人 包括改革宗以外的 教会的信徒 听到五要点 很多时候是因为这本书 然后慢慢的 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 呈现出来的 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么长的清单里面 除了他自己之外呢 就只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Lauren Budner写的 The Reform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中文版叫做基督教预定论 很抱歉 我们同工只找到中文版 这次没有英文版 又卖完了 所以各找到一本而已 但是你可以参考 这个是Lauren Budner这本书呢 他谈到基督教的预定论的时候呢 里面就用了Tulip这种的排序 排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说在这么多的 庞大的历史的改革中 谈到旧文论的书籍里面 其实好像只有这两本 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 有用Tulip这样子的说法来呈现的 OK 那我这里给各位讲义那边 有一篇的报导 是1913年的英文报章 这个英文报章 你有看到这个吗 The Outlook的 OK 这一篇的报章呢 你不需要读 但是呢 这个是目前我们可以找到最早的 有公开谈到这个Tulip 或者这五要点的一个的报导 在这个报导里面呢 这一个reporter 这个报导员做什么呢 他去拜访了当时候的五个教会的牧师 OK 然后问他们 你对五要点的看法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话来归纳 这五要点 每一个给他设一个题目 以后你会发现到 这个五位的牧师呢 改革中的牧师 还有其中一两位是长老 他们就给出了他们自己的题目 就是在这边 你看到这个格子的 OK 可能你看不到 但是你会注意到 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 Total depravity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等等这些呢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共识的 OK 大家都会提自己的题目 然后 然后 比较有共识的是 最后一点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这个圣徒的坚韧 所以你看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tulip 本身不是 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子的说法呈现的 可是呢 他也发现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五个牧师 显然对这五点 是有概念的 OK 所以他们会谈类似的内容 只是那个名称 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一大堆的东西呢 因为很多时候名称会带来误解 明天会带来误解 但是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反省这个名称 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这个内容还是一样的 OK 内容还是相当一致的 这样子来理解的 好 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这个 家文主义的五要点的起源 是哪里 起源绝对不是从这本书 二十世纪才开始产生出来的 这个五要点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常常 对五要点 不管是支持的也好 或者是有一点 反对的也好 我们常常都 没有去追溯 它的本来的 根源在哪里 这样子做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没有追溯的话 后来就导致了 我们很容易按自己的主观的理解去解释它 OK 结果就会很大一些的麻烦的 那原来这一个所谓的家文主义五要点 By the way 家文主义五要点产生的时候呢 家文已经去世了 所以家文是不知道有五要点的存在的 各位 所以以后天堂的时候我们要道歉 用了他名字没有咨询过他 Anyway 这个救恩要义五要点的起源 其实是跟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有关系的 在1618年到1619年的 在荷兰多特的会议 叫做多特会议 在这个会议的里面 后来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贡献 就是制定了一份叫做多特信经的 The Canon of Thought 那这个多特会呢 可以算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当然最主要还是由这个 荷兰的教会的牧师所组成的 一共有六十几位的 然后呢他们也邀请周边的这些 比如英国啊 波黑啊 瑞士 日内瓦 法国 这些的国家都各自派代表的 然后每个国家一票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种可以说 在历史改革中的历史当中 一个所谓国际的会议 但是这个国际的会议 严格来说呢 只有仅仅停留在制定信条的 这个的部分 后来信条敲案 敲案了过后呢 那这些海外的其他国家的 代表都回去了 然后这些荷兰的牧师是继续开会的 然后继续开会 继续去讨论他的 他们的荷兰教会的法规 OK 我在审学院念书的时候呢 我就帮我的老师去整理这些的法规 你会看到这个多特会议的法规 是从很古老的一个版本 大概六七个版本 慢慢演变过来的 所以我就是去做这个很无聊的工作 从最原先的版本 看它的原型 然后后来在下一个版本 增加了什么 减少了什么 修正了什么 慢慢走到这种的工作 OK 这一些工作是比较后期才做的 对荷兰教会是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对我们可能就没有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会议 是很有名的 一个改革中的国际性的会议 我在讲义当中也给各位一张图 对吗 有没有看到那张图 这个就是当时候开会的情况 OK 开会的一个情形 旁边坐的都是各地的代表 你会看到在左后方 左后方有一个地方是空着的 我们荧幕可能太小看 左后方一个地方是空着的 那个是留给谁的呢 法国 法国代表他们的国王 不允许他们来 但是位置还是给他们保留的 OK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主席 开会主席议长就坐在中间的 如果你眼睛够好的话 你会看到它上面有一条绳子 一直拉到 拉到这个 当时候没有麦克风的 没有无线电的 所以旁边的左边 左后方的就是那些书记 然后在打字的 一旦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会拉那个绳子 然后那个中间那边 就会有一个铃子 然后那个主席就知道需要暂停 然后做一些的沟通等等 OK 他们是在挤在这样子的一个房间里面 去开会 然后制定这个的 这个性经的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开这一场的会议呢 好 我现在要开始讲了 为什么加文主义五要点是五要点 不是六要点 不是四要点 为什么是五要点呢 那首先不是他们自己定五要点的 也就是说不是他们看圣经的时候 然后说 哦原来救恩论只谈这五点 不是 OK 这个五要点其实是为了回应 当时候在荷兰教会有一股的 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立场 针对救恩论的解释 他们要做回应 这是为什么要开多特会议的主要的原因 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都懂 这个跟历史上一个神学家叫做亚米念 Aminius OK Jacob Aminius 亚米妞 是有关系的 这个亚米妞是谁呢 这个 他是1559年到1609年 所以在多特会议1618年开会的时候 亚米妞已经去世的 OK 但是他 他1609年去世之后呢 他的影响力 他的思想还在 所以后来就有一群的人就延续他的思想 然后慢慢发展出所谓的亚米念主义 OK 亚米念主义 这个亚米念主义 这群他的跟随者呢 后来被称为的remonstrant 就是抗辩派 抗议派 就是Raphomacy的意思 OK 抗议派 这样子 这一群人呢就开始在宣导 在荷兰教会里面宣导 这个亚米念的 这个的思想 然后来在1610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多特会议召开之前的 大概八年 他们就开始制定了一份的文件 那就是亚米念主义的 Five Articles of Remonstrant 抗辩派的五要点 所以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 为什么家人主义是五要点 因为抗辩派提出五要点 他们的抗议 OK 所以这个开会本身是为了对话 针对每一点来做回应的 可以了吗 OK 所以这一份1610年 这个所谓的 Five Articles of Remonstrant 这个亚米 抗辩派的五要点呢 他们就提出了 这个他们对传统改革中 看待救恩论 特别包括这个预定论 神的拣选这个课题的 一些的看法 好 他们用了一些很微妙的方式呢 扭曲 用一个很微妙的方式呢 把他们觉得应该修正的部分 把它放进去了 好 现在我要给大家做第二个活动 我要看里面 有没有多少个神学家 我在你的讲义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有两段的英文字跟中文翻译 OK 这一两段呢 是1610年的 亚安抗辩派五要点的 第一点 谈到这个 unconditional 第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点 就是谈到预定的问题 上帝怎么预定这个课题 按照他们的理解 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要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帮我读一读 这一段 不是我写的 这个是抗辩派的 这个 他们的陈述 你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OK 那英文是最可靠的 因为我是直接超过来的 中文翻译是我翻译的 所以如果怪怪的请你考量 有一个可能性是我翻译的问题 我不知道上帝要呼召我做什么 我比较知道上帝没有呼召我做翻译 OK 这个我比较清楚 那 所以你可以读英文的 我建议你直接读英文 然后你告诉我 那个微妙在哪里 然后可以读中文 或者读中文的 也可以看到那个微妙在哪里 好 再次回到你的小组里面 来讨论 我已经直接了当的说 这个是有问题的 不是圣经的 对神拣选的 救恩的看法 但是我要我们问的是 那个微妙的问题在哪里 同样待会我会请一两位来帮助我们 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OK 可以开始了吗 有没有人读完过后觉得 好像这很改革中啊 我就是这样子相信的 请你举手可以吗 或者比我更清楚的 举手可以吗 OK 好 我们来试试看 错没关系 但是就是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我们先看中文的 这中文大家都懂 然后我们待会再去看英文的 OK 我可以请一两位 如果你愿意的话 帮助我们到底这一段话里面 那个怪怪的点在哪里 如果说不出来怎么怪也没关系 告诉我们哪里有一点怪怪的 就可以了 OK 牧师 我尝试一下 谢谢 那么奇怪的一点是 第一页的最后一句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leave the incorrigible and unbelieving in sin 就是 他好像是说 有一些人是在上帝眼前是还可以救 有一些是不能够救的 就把人类分成两种 OK 这个 可以 合理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leave the incorrigible and unbelieving in sin and underwraith OK 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这样子的说法 意思是说什么 这些灭亡的人 好像不属于上帝管的 上帝只是以气地 拿他们自身自灭 当然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谢谢你的尝试 我们继续再来 就是在中文这个地方是说 神就定义要在堕落的人类中 拯救那些在基督里 为基督的缘故 并透过基督借着圣灵的恩典 会相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 并坚持这些信仰和顺服到底的人 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说 神拣选的是那些 可以靠着自己 然后再相信耶稣的人 就另外那些 看见耶稣不相信的人 他是不会去拣选的 只拣选那些 就是他已经想到那些会相信的人 OK 靠近我心目中的答案了 OK 再来 从经文上来看 最关键的这个词应该是 第一页倒数第三行 这个shell 这个shell 就是under the Lord Christ who by th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shell believe in his 这个shell的问题是最大的 就是他拯救的人是会信的 shell这个词 OK 或者我自己会把它放到who 这个词 那你会看到这个微妙在哪里吗 我们先看中文 看中文的 然后我们再看英文的 中文说 神造着永恒和不变的旨意 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定义要在堕落人的人类中 拯救那些在基督里的人 OK 这是以福所书第一章的内容 OK 那为基督的缘故 并透过基督 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的呢 是神在基督里面做的事情 为了基督的荣耀 基督的缘故 然后借着基督 所以整个概念 这个是OK的 我再读最后一句 他说 为基督的缘故 并透过基督 借着圣灵的恩典 会相信 这个弟兄说shell 这个词就是中文 我这边翻会 会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并坚持这种信仰和顺服到底的人 他把整个的东西都谈在一起 然后把它放到预定的层面里面 我们改革中是怎么相信 怎么理解圣经谈到神的预定的呢 我再读一次 我们是这样子理解的 神造着永恒和不变的旨意 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定义要在堕落的人类中 拯救那些在基督里的人 为了基督的缘故 句号 你再愿意的话 可以再增加半句 借着圣灵的工作 但是我想比较合理的是 先在那边句号 上帝就是在基督里拣选人 句号 那这些被拣选的人 怎么办呢 继续看 圣灵借着圣灵的恩典 使人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并坚持这种信仰和顺服到底的人 你抓到那个不一样吗 上帝的预定在基督里 拣选结束 然后后来这个拣选的工作 怎么样的变成一个实际的拯救人呢 圣灵继续将这恩典 然后放到这个人 赐给人信心 然后可以相信神的儿子 然后坚持到底等等 我大概 我只是稍微的点一点出来 那个的问题在里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微妙是非常小的 这个是有一点偷偷的 把人的相信 跟把人的这个坚持 把他偷偷的塞进去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面 这就是亚敏念的 我不要过分的抹黑 但是当你听到有人说亚敏念主义的时候 其实最 我们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别人 我通常都会觉得他们是想不清楚 不是他们故意犯罪 想不清楚 想以为自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当然信心是重要必要的 但是不是重要到一个地步 上帝在永恒里面看我们的信心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拣选人 没有提高到这样子的一个的位置上的 单纯的福音 你问一个平信徒 上帝是怎么拯救我 上帝就是知道我是谁 他爱我 所以他给我信心 我们就是这样单纯的谈福音的 你可以没听过五要点 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谈的福音 主啊救我 一个税吏会跟你讲 我的信心其实没有那么伟大 大会也会跟你讲 我是这么糟糕的人 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基督徒 想到救恩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单纯 主啊拯救我 我们是谁呢 我最重要的见证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拯救了我 你在后面逗号再开始加一些东西 就不存了 然后这个纯水啊就是纯的 你在家就变果汁了 OK 这个很甜的 但是对健康有伤害的 所以福音是很纯的 上帝救了我 据号 然后上帝怎么救我呢 这是下一个课题啦 他借着圣灵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的 OK 好 然后我就提到这一个点 让你看到 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到 有人说 加文主义 亚民恋主义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关键在于这个点 我们可以去帮助 对方更多的思考 这个的议题 但是这个还不够的 我们要看到 当我们所谓的坚持 预定论上帝的 处于爱的绝对的 拣选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也是会谈得很不到位 谈得好像 人的自由一点都没有必要存在 或者谈得好像很抽象等等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当你要认识五要点的时候 你也要 最好是直接从 最根本的这个文件 也就是多特性经 来了解 这个多特性经里面 是怎么样呈现 这个的立场的 有时候呈现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OK 为了不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东西就是 尖尖角角 然后把旁边的东西都拿掉 好像 圣经谈的就只有这样子 所以 下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多特性经里面 谈到 这个回应这个的 这个 抗辩派的五要点的时候呢 后来在这个会议里面 就制定了多特性经 几乎都是每一点 所以为什么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 为什么是无条件的拣选呢 因为在这个抗辩派的文件里面 是说有条件的拣选 所以就反过来 无条件的拣选 为什么是limited atonement呢 为什么是有限的救赎呢 特定的救赎呢 particular atonement都可以 因为 亚明念的这个文件里面 是谈什么 上帝的救赎是 给所有人的 无限的 所有人的 神爱世人 就是世界的每一个人 好 Anyway 我不说这个是很容易 就可以辩论出来 但是 我只是要谈的就是 五要点之所以 是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它是回应 另外一份的 这个 抗辩派的五要点 但是在这个 这个多特性经里面呢 其实 第一点谈到的 不是 Dotal Depravity 第一点谈到的 不是罪人的堕落 而且也不是五点 只有四点 这个 这一个基督有限的救赎呢 和这个圣灵有效的恩召 第三第四点呢 是放在同一个主题里面的 OK 所以其实那个文件里面 只有四大部分 OK 四大部分 但是呢 这个第一部分 是整份文件当中 最重要的 其余的部分 可以说只是 继续的更清楚的解释 第一点的这个课题 把它分出来 所以今天我也是要 快快的来帮 带大家 就是来读过 我不会解释太多 但是给你看 自己尝一尝 这个多特性经 谈到 无条件的 拣选 这个课题的时候 它是怎么呈现的 OK 怎么呈现的 希望这样子会帮助我们 更合理的来看待 这一点所说的 因为那个多特性经 是挺长的 所以没有办法 用整份给各位 所以各位可以上手机 手机Google 多特性经 回家搜 或者是说 我就请同工 把它放上这个荧幕 然后 待会我们就是用听的 暂时用听的 我们来看一段一段 然后你听 到底那一段在讲什么 稍微抓个意思 回去可以自己再复习 你会看到 这个多特性经 里面的每一大点 就是这 Each section 它都会用 两种的方式来谈 一个是 第一 它会先正面的谈 这一点是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 第二部分 来说 我们反对 关于这一点的 什么什么样的 一些的错误的偏差 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呈现这份的文件的 在会议的里面 这个是一个 有辩论的 到底我们 在 这下一个开会 是要做什么 我们是要反对 亚米念的这群人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 首先呈现的就是 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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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回应 对吗 还是我们要正面的 论述这个的教育 所以到底这个开会 是正面论述 我们的信仰呢 还是只是为了 单纯的反对 你看多特性经的 这个 我们有给各位 这个多特性经的 cover page 那边是写着 judicial 就是judgment 也就是说 他是在做判决的 可是在过程当中 后来你会发现到 我们发现到 判决是不够的 单单说 错在哪里是不够的 因为弟兄姐妹 需要的是什么 知道到底圣经在讲什么 所以有他的牧养的 这个aspect 在里面的 所以后来的 结论就是 每一点先呈现 这个的正面 什么叫做 无条件的拣选 然后后来才谈到 一些反对的部分 今天我只要 跟大家谈一点 我们只看正面的部分 谈到这个 无条件的拣选 这个教育 一共有18条 然后反对的是 反驳的是有9条 那这个9条 我就省略了 我就不看 我们只看这个 正面的18条 看它是怎么呈现的 好 同工预备好 可以帮我读吗 OK 我就是讲几句话 你帮我读一大段 然后我们再讲几句话 辛苦你了 待会我请你喝茶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 1.1 就第一段的 第一个article 我们会注意到 你会听到 他首先提的 不是拣选的教育 OK 他首先谈的是什么 他谈的是 世人已经堕落的 这个普遍的事实 OK 为什么需要救人 从一般人的角度 为什么我要被拯救 因为我需要被拯救 你了解吗 这个逻辑是比较正常的 OK 比较正常的 所以虽然题目上是 从拣选开始 而不是 Total Depravity开始 但是呢 你看他 拣选 一开始谈的时候 他先谈什么 人已经堕落了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 我们发现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OK 所以Total信经 改革众神学 不是一个抽象哲学 不是一个学者们的 有一定的思维 才可以明白的东西 其实正常人 都可以明白的东西 就是像瑞利这样子 发现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要怎么得救 所以你看 这一段里面 一开始呈现的是什么 好 1.1 我们来读一读 神的预定 第一条 因为众人在亚当里 都犯了罪 受咒诅 当受永死 所以如果神 让众人灭亡 因罪恶而被定罪 神也没有什么 不公义的地方 因为使徒保罗说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 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罗马书三章十九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OK 这个很清楚 我们都明白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好 这是第一段 祂的起点 然后我们会看到 在第二段这边 祂就告诉我们 上帝的爱 差遣祂的儿子 来到我们中间 来拯救我们 也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先来读这一段 第二段 第二条 但神猜祂独生子 来到世间来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约翰一书四章九节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OK 好 基本福音信息 那第三段就谈到 这个上帝 按祂自己的时间 按祂自己的方式 透过祂的使者们 将这个大喜的信息 是传给所有被预定的人的 叫他们可以悔改 与相信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这是第三段 神为了使人能够信靠祂 便按着祂的怜悯 猜浅众使者 传着大喜信息 他要谁听见这大喜信息 谁就听见 而且是在他看为好的时候听见 人听见这些使者 传讲的信息 就觉得神要他悔改 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罗马书十章十四字十五节 好 所以谈预定论是不是 不需要谈悔改信心呢 不是 OK 不是 那悔改信心是必要的 也是上帝 这边说 按照上帝喜悦的 看为好的时候 我们听到福音 我们有回应了 上帝圣灵赐信心 赐悔改的心给我们 所以预定论没有否认 人有悔改跟信心的决定 反而这个是必然的结果 OK 必然的结果 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人 这些人都必须懂得悔改 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个结果之一 不是条件 但是是一个必然会有的 一个结果 好 第四 我们来看 第四部分呢 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 这个所传的我们的信息 不仅仅是对基督徒有用的 在不信的人身上 也是有上帝的功用在那一边的 好 神的愤怒藏在那些不信这福音的人身上 但那些接受福音 以真实活泼的信心 投靠救主耶稣的人 耶稣就拯救他脱离神的愤怒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你看从第三到第四是谈得很美 很平衡的 一方面人的得救是上帝预定的 但是到了第四点 他还说什么 人有活泼的信心 投靠基督的时候 耶稣就拯救他 你知道吗 是很平衡的 不是说上帝预定 我就得救了 然后我不需要相信 在实际上从人的层面 这个预定怎么落实到一个实际的层面的时候 人需要相信 投靠基督 然后上帝宣布 你罪已经被赦免了 很平衡的 那些不信的人身上 他们听到这些福音的时候 他说什么 神的愤怒 藏在这些人的身上 所以福音有两个功能 每一个福音传出去都会有两个可能性的 effect 都会有可能性的效果 绝对不会没有效果的 要么福音就会把你越来越靠近十字架 要么福音就把你越来越带离十字架 不会原地踏步的 你的心会越来越软 或者越来越硬的 所以你听了一千次的福音过后 你还不信 你会发现到你比从前更刚硬 更加没有理由想要相信等等 每一个福音传出去 我们都相信上帝会做他自己的功 或是把人呼召到他的面前 或是在人的身上显明他的愤怒 我们来看第五段 这个部分 它很重要的第五段 这边它告诉我们 人如果有信心 这个的信心是唯独出自于上帝的恩典 是一个恩赐 但是人的不信 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信心 而是什么 而是因为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抗拒 我们来先看这一段 人为什么不信靠神 为什么犯罪 这问题绝不在神 而在人自己 至于人信靠耶稣基督 因他得救 则是神白白的恩赐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以福所书二章八节 你们蒙恩 得以顺服基督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 我们常常误会以福所书二章八节的 他说我们会说什么 你看这边已经说得很清楚吗 人得就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所以我的信很重要的 对不对 我们常常就这样子去理解 这个就是雅免念主义 简单来讲 你要恩典还要再加信 但是你读完这一节 你读完这一节他说什么 这个信并不是 或者这个事情整体并不是出于自己的 乃是神所赐的 从一个角度 恩典 拯救我们的恩典是上帝赐的 上帝拯救的恩典 也包括赐给我们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但是第一个给重生的人恩典是什么呢 是信心 使你能够信 这是第一个善行 不是唯一一个 但是第一个入门的善行 就是叫你能够信 愿意信 然后愿意为生 一生之久 靠神恩典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恩赐 所以你看到这个信本身是一个上帝所赐的恩典 不是不信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第六条这一边 他就开始谈 他前面的五条都是谈一些 我们都可以很清楚明白的 他单纯的这个福音 OK 但是呢 第六条开始呢 他才开始进入到这个正题 就是这个永恒的拣选 这个城市 我们来看这个的第六条 有些人蒙神恩典得以相信 有些人则否 这都是出于神的永止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世的主说的 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八节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以福所书一章十一节 神所拣选的人 无论怎样固执 神都按照这个永止 以恩典软化他们的心 使他们愿意相信 至于神所没有拣选的人 神就按照他的公义 决定任凭他们 左唇邪屁丸梗的心 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特别看出 神深奥怜悯 同时又公义的本性 因为神对这样陷入灭亡绝境的人 却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这就是圣经启示的 神拣选与仪器的原子 被谬不解与不坚固的人 虽然强解这原子 就自取沉沦 但圣洁敬前的人 却从这原子得到无比的安慰 那上帝公平吗 我们常常说上帝不公平 是啊 上帝不公平的 但是是上帝对谁不公平呢 上帝对你跟我 他的儿女不公平 这边有一句话说什么 他说因为神对同样陷入灭亡绝境的人 也就是说你跟我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 犯了最亏缺神的荣耀 如果你要上帝公公平平的话 那大家就地狱见吧 你了解那个意思吗 有十个犯罪的人都在地狱里面 上帝拯救其中的 拯救的两位 你觉得是那个上帝对谁不公平啊 对那八位不公平 没有被拯救的不公平 还是对那两位不公平 是对那个两位不公平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那边 跟八位是一样的 但是上帝却把他们从火堆当中 把他拯救出来 所以这个是应该要给我们看到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做这件事情 他不需要做 而且我们如果到灭亡里面是配得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上帝 但是上帝却恩典怜悯 拣选一群的人 好 这个是一个基本上帝都 所有的人 上帝都有这个的旨意 他自己决定拣选谁 他自己决定 仪器谁 然后你会看到 在第一到 1.7到1.13 好长的一大段 他都谈上帝的拣选的部分 OK 也就好 我再来 1.6那边告诉我们 上帝拣选人 上帝仪器人 两个都是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从1.7到1.13 他是花了好大的部分来谈 上帝拣选人的意思 OK 一直到1.15的时候 只有一段谈上帝仪器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是的 上帝都拣选跟仪器人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读圣经话 我们会看到 圣经原则上 基本上是一本的福音书 圣经对于上帝怎么拣选人 怎么拣选人 是谈得远远多过他审判人的 你要解那个量的不一样吗 OK 不是等于上帝不能管他们 但是上帝 第一个首要的目的是 呼召人 把福音传给人 使人 看见他是愿意怜悯人的 就好像一只蜜蜂 OK 蜜蜂有两个功能 他可以采花蜜 他也可以钉死人 对吗 OK 但是每一天蜜蜂出去 出去离开他家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以什么为他的目标 我今天要去钉死人 蜜蜂出去都是为了采花蜜 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出去都是为了人能够悔改 你真的谈福音 你真的谈圣经 你是要人能够悔改 你不是要去论断人 但是这不等于说蜜蜂只能采花蜜 屁股不能盯人 不是吗 他需要的时候他还是会做 上帝也是这样子 他是公义和慈爱的 但是上帝的first intention 把福音启示出来给我们 是为了能够采花蜜 能够叫人在福音里面能够得到喜乐 能够与人和好 所以我们不要 虽然都是 但是也有那个重量 所以1.7到1.13 我不知道我要请弟兄怎么读 很长 可不可以就跳过 也是时间的关系 各位自己好好的品尝 1.7到1.13 里面是给我们看圣经整体 谈到这个拣选的教育的 然后我们直接跳到1.14来看 1.14是告诉我们 哎呀 这个上帝拣选的教育 虽然很难 虽然常常被人嫌弃 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去传讲他 所以14有点在鼓励我 提醒我要悔改 刚才我说不然改革中不谈 异议论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更合一一点 14节说不要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很宝贵很美的 好我们来看第14条 这个拣选的教育 是神最有智慧的安排 先知 基督自己与众使徒都宣讲 新旧约 圣经也都清楚启示 既是这样 神的教会只要心存敬畏 谨慎虔诚 就仍然应该在适当时机 适当地点传讲 因为这个拣选的教义 是特别为神的教会预备的 使神至圣的民得着荣耀 使神的百姓得振奋 蒙安慰 而不是要探究至高者的隐秘 因为这必定徒劳无功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使徒行传20章27节 生灾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祂的谋事呢 罗马书11章33-34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性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罗马书12章3节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祂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证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实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西伯来书6章17-18节 那这边鼓励我们要谈这个教育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谈的 圣经里面的这些使徒 包括基督也是 谈这个教育 所以我们要谈 但是他也提醒我们什么 要为了正确的目的来谈这个教育 不是辩论神学 只是为了辩论神学 而是为了什么 而是为了上帝的名可以得荣耀 为了使百姓可以振奋 蒙安慰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地坚持 这个的预定论教育 是为什么 因为这会带来安慰 我有一个朋友 韩国人神学生 他的孩子从小就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就是他的心脏不能发展 然后所以呢 他很为难的 他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做手术 一方面他希望他心脏可以发展 但是一发展 他必须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 为了让他的血管可以接得上 但是呢 如果他不发展的话 就表示他会死 这个家庭啊 是常年从孩子一出生 到今天已经五六岁了 都是在面对 要么面对死亡的可能性 要么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大手术 这种的 你可以想象他做父母的心脏 得要多大壳 他自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还好我相信预定论 我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 如果我的信仰是告诉我 有这种散失的影儿的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 我的儿子的这个情况 弟兄姐妹我们谈预定论 有没有谈到这个地位 有没有谈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我们神学家要坚持这个信仰 因为你知道上帝有百姓 需要面对这些人生很多的苦难 他需要确定知道上帝的手是不会有散失的影儿 他需要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 是不可更改的 所以圣约的子民 这个是上帝有他应许的保证在里面的 这一些都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维护这个信仰的 因使上帝的名得荣耀 使神的百姓得振奋 蒙安慰 所以这边十四条鼓励我们 要认真勇敢的 虽然有挑战的 但是勇敢的去传这个的教义 我们来看第十五 十五这边他谈到神仪器的旨意 只有一段的 好我们来读一读 圣经明白说到神拣选的恩典 而且说这恩典是永恒的 人不配的 是神白白赐下的 因为有这样明显的见证 清楚的解说 所以对我们特别有说服力 圣经明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蒙拣选 而是只有一些人蒙拣选 其余的人在神永恒的原址中被遗弃 神按着他所喜悦 至高至公义 无可止灾 无可更改的心意 颁布永恒的原址 将他们遗弃 让他们留在罪恶的苦海中 这苦海原是全体世人一同故意跳进去的 并不将得救的信心 与归正的恩典赐给他们 而按着他公正的判断 让他们偏行几路 最后为了显明他的公义 永远定罪他们 刑罚他们 神这样定罪并刑罚他们 不只因为他们不信 也因为他们犯了其他各种罪 这就是遗弃的原址 但这绝不使神成为罪的始作俑者 连这种念头都是亵渎神 反而显明神大而可畏 无可指摘 行公义的审判 按着公义报应个人 这一边他谈到上帝定止那些仪器的人 但是他没有说上帝定止仪器的人 马上就审判他们的 你注意他会稍微分开 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决定这些人的命运 但是审判是等他们犯罪之后的 所以你看中间有一部分 他说按着他公正的判断 让他们偏行几路 最后为了显明他的公义 永远定罪他们 刑罚他们 这个定罪是在人 偏行几路之后才发生的 审判是在末后的 但是上帝早就知道 他们是属于哪一群的 所以不是说我怎么样 我再怎么爱上帝也没用 因为上帝已经决定 我是被遗弃的 这种话是不对的 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上帝的身上 你犯罪是因为你犯罪 你犯罪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你 有时候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医院的人 病人躺在床上 常常会说什么 常会说 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子对待我 所以我才躺在床上 其实有此理 本来就是你自己乱乱吃东西 犯罪 乱乱吃东西 生病躺在床上 你还怪上帝没有给你恩典 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会去检讨自己 我们检讨别人 检讨上帝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快快地来看最后两个应用 牧养的部分 原来在信条里面也有牧养的 信条不是只是理性辩论的 十六时期就告诉我们两个牧养层面 上帝预定 谁被拣选 但是我如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预定怎么办呢 上帝 这个信条会关心到 人需要得救确据这个课题的 还有我的婴儿 孩子 身约家庭 基督徒的孩子 如果 腰折了 我应该看他为 被拣选的 还是不被拣选的 这个也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对吗 在信条里面有这种内容的 所以如果你单单看 所谓的五要点 你是读不到这些东西的 回到信条里面来看 它是怎么呈现的 我们来看最后的十六时期 十六先谈 需要确据的人应该怎么样 十七是谈这个婴儿的 这个 要折 有些人还没有经历 基督里的活泼信心 心里还没有确切的把握 良心还不得平安 还没有殷勤顺服神 如同儿子顺服父亲 也还没有借着基督 以神为乐 虽然他们里面 还没有结出这些果汁 却仍旧持续使用蒙恩的管道 Mins of Grace 就是神所指定 要使人里面 能产生这些恩典果效的方法 不必听到一气就惊慌 也不必算自己是被神遗弃的 而应该殷勤持续使用 这些蒙恩的管道 并以热切 敬虔 谦卑的态度 等候更丰 更丰盛恩典的时期来到 至于有些人 虽然诚心 愿意归向神 但求神的喜悦 脱离取死的身体 但还没有到达 所盼望的圣洁 与信心程度 更不必因一气的教义 而惊惧 因为慈悲 怜悯的神 已经应许 江禅的灯火 祂不吹灭 压伤的芦苇 祂不折断 但是有些人忽视神 藐视救主耶稣基督 沉免于今生的思虑 肉体的快乐 他们如果还没有 诚心归向神 就应该害怕遗弃的教义 OK 好 先看这个 你会看到 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 这个救恩的确据 我们还对这个事情关心 应该做什么呢 搞灵恩吗 追求方言祷告吗 寻求更大的恩赐吗 不是的 他说什么 用这个 持续用这个蒙恩的管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祷告 圣礼 崇拜 读经 每一个人 上帝都给你同样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 来建立这个信心的 所以你看到 是很仁慈的 你不需要被成为一个 更特殊的人 用一般的 这个的 蒙恩的管道 祷告 圣礼 崇拜 读经 各位每个礼拜在做的事情 上帝有自己的时间 祂会回应我们的 使我们的信心 能够建立起来的 好 我们看17 我们竟然是从圣经来判断神的旨意 而圣经说 信徒的儿女 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而圣洁 而是因为他们与父母一同承受恩典之约而圣洁 所以如果神按着他的美意 将敬前父母的子女还在婴孩时期就接他们离世 父母应当确定他们的子女是蒙拣选的 是得救的 不须怀疑 一个好的神学 你要想他在最不可能的个案里面是不是还是合理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智慧在这边 他会关心到这些圣约家庭里面婴儿的孩子 你说人要有足够的信心 然后才能够得救 你说神会预定预先 就看到将来这个人有没有信心的表现 愿不愿意忍耐 然后才做拣选 那如果是这个所谓亚敏念的教育的话 所有在圣约家庭里面的婴儿 夭者 你应该说什么 肯定不拣选 你知道那个逻辑吗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表达他们的信心 所以在当时候这个亚敏念主义出来的时候 其实首先其中一个关心到的议题就是 圣约家庭的孩子要折的怎么办 当然我们今天读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当中会有一些人会怀疑 真的吗 真的吗 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孩子要折了 一定上天堂 你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是可以辩论的 你会发现后来在此一点的1646年的这个西明信条 就不会再这么说 我们必须比较合理的是说 我们就交给上帝自己来决定 我们不知道 你既不能够说一定不得救 但是也不能够说一定得救 这个是有点奥秘的成分 所以后来的信条会比较 没有像这边这么明显的说 不需怀疑 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 在多特会议这个时期 亚敏念的人这样子的宣布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需要 有时候不摆明立场也是一种的立场 对吗 一种的立场 有时候一种的政治阶段 你不说什么 人家会假设什么 你是愿意认同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 在那个时期 这么写是有它的理由的 你必须要put a stance 但是这个我想可以理解的 最后我们来看第18 作为总结 谈到拣选的教育的时候 在这个部分 信条也提醒我们 这个是超过我们人 有限智慧可以完全测透的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 敬虔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教育 我也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以后我们跟别人沟通 这个教育的时候 要讲不要隐藏起来 但是讲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的来论述表达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部分 第18我们来做这个结束 神的拣选显出祂的恩典宽大 神的仪器显出祂的公义严厉 如果有人对此心怀不平 我们要按照使徒保罗所说的回答他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抢嘴呢 罗马书9章20节 又引用主耶稣所说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马太福音20章15节 我们景仰这样的奥秘无比神圣 所以用使徒保罗的话 表达我们的惊叹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罗马书11章33-36节 可不可以请留审再读一次前面 然后用一点比较温柔的口吻来读 这个罗马书9章20节 你这个人你是谁那一段 我觉得保罗比较要达到的目标是我要自己刑查自己 到底我关心 我不明白说我是谁 人生 而不是在谈你是谁 我们用比较温柔的语气来谈可以吗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抢嘴呢 好 感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主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 谢谢你 主啊 我们一方面领受了这个何等美好的教育 是我们不只自己能够心里带来安慰 也是应该要促使我们能够愿意与别人来分享的 主我们请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不因为这个教育有它困难的部分 我们就选择不去谈 更是叫我们自己在这个教育里面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安慰 也更多的看到上帝你自己的荣耀在当中 我们之所以单单的荣耀你 我们之所以单单的感谢你 因为是你单单唯独从你自己处于爱拣选了我们 是你自己将整个的救恩是放在自己的手中 你没有交给我们感谢主 因为如果交给我们的话 主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你 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今生来世有盼望 因为上帝我们知道这个救恩至始至终 从决定拣选到后来怎么成就 主啊都是你一手所做的 我们谢谢你 我们将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